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后天晚上温度再上升到19度 有没有感觉起来舒服些了 不过只有两天的气温会上升 礼拜六温度要下降 预估就在周五的深夜到周六的清晨 冷空气开始南下 温度的降幅就随着到了 礼拜六 礼拜天 第一阶段的下降到17度 第二阶段的下降 冷空气再下来 一 二 两天降到了15度 但第三阶段的下降 在周三 周四温度降幅 甚至是14度 或是14度以下 为什么要这样飙出来 这就告诉大家 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的时候 如果北方的冷空气更强的话 低温低到14度以下 我们就称之为冷气团了 所以我们还要观察两天 看看急涡的冷空气 下降的幅度来说 会不会让我们北部地区的温度 降到14度以下 但礼拜三以后开始 温降因为明显 提醒长辈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穿着方面要注意了 可以看到山区也云多 中南部地区倒是天气状况 来说中部多云事情 南部天气起朗 在明天的时候 随着整个高压系统的东移 目前高压已经进到了 韩国的位置 预估在明天的时候 就到达了日本的东方的海面 我们的风向 在这个风开始吹东风进来 相对的东部地区 早晚云多 可是这在四 五 两天的时候 算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西半部地区夜晚的时候 在马祖金门跟中南桃园以南 都容易会有起雾的状况 高压逐渐冬移 两天的天气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下个礼拜二 下周二的时候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冷空气开始灌进来了 冷空气的强度逐渐增强 1020百帕 已经到达了台湾的北部的上空 到了14号下礼拜三的时候 冷空气下来的幅度 会变得更为明显 冷高压强度的增强 这就告诉大家说 这一次波的冷空气的强度 会比前几波还要再更强 但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状况了 以温度形态来说 我们来看到晚上的气温的部分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的话 最主要地面图上 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云层的发展逐渐动移 来看看各地温度了 各地温度上面可以注意到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是偏凉 明天白天的高温略微的上升 云层发展少的时候 阳光开始露脸 中部地区天气晴朗 南部地区天晴中午温度高 东半部地区早晚云量多 外岛地区夜晚有点偏冷 小叮您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夜晚冷穿保暖 中南部有物行车 祝你